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子少 我回来了 开开门 子珊 我回来了 开开门 怎么了 我老公回来了 他常年在外地打工 老是怀孕在那里偷人 这要是被他看到你在这里 就麻烦了 那 那怎么办 你赶紧找个地方躲起来吧 好好 原来你在家呀 那为什么我叫了那么久你都不给我开门呢 还有这门 你为什么给反锁了 我一个人在家睡觉害怕吗 睡觉 你睡觉穿得那么整齐啊 大黄 大黄 你干嘛 你什么意思啊 好啊你就算 以前我一直怀疑你在外面偷人 今天 让我抓个现行了吧 我 我没有 你这个奸妇 看我不打死你 大哥我不是奸妇啊 大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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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打了 大黄 我就是 我跟他没关系啊 你们两个人 锁着门在房间里 你和我说你们没有关系 我们真的没关系啊 我打死你了 大黄 大黄 不是这样子 你听我解释 听我解释 大哥别打了 我只是个修水管的 看小孩子啊 以为我会信 大黄 大黄 你 真的是修水管的 大黄 你还想骗我 你个贱人 大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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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妈 你怎么来了 你为什么打我 你打你媳妇 妈就打你 只想怀孕了 我过来照顾他 却看见你在欺负他 你这个逆子 要是他和孩子 有三长两短 你就别回来了 妈 你不知道 就像她 她通人 你 她们 她们连孩子都有了 大哥 我这边是个水电工 你不相信你打电话去我公司问 我到底还要预约记录呢 偷你个鬼啊 只上怀孕了怎么会偷人 怎么会三分五次的叫妈来乘你住 都这样了 你怀疑我 三个月前你不是放假回来吗 这个月我去检查怀孕了 还没来得及告诉你 我有小孩了怎么可能偷人呢 大黄 你在外面工作 只能叫我来城里住 我在城里住不习惯 她经常跑回乡下看我 给我买这买那 从城里到乡下还要三个小时 她都不嫌麻烦 这么好的媳妇 你怎么能怀疑她呢 老婆 我错了 我不该怀疑你 那你保证 以后要先问清楚事情再处理 不能再怀疑我了 绝对不会 那 那我先走了 我就不参合你们家的事 不好意思啊 师傅 我把钱给你 当个药费吧 兄弟 对不住啊 刚刚说我太冲动了 要不 要不你打回我吧 算了算 修理费我也不要了 我可照着不起你们 这夫妻连基本的信任都没有 这就是悲剧 而我 就是个残忍剧 我照着准时了 他们回顾